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平教授 黄老师您好 您好 针对这一次金融开放 您觉得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以及清算支付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未来万事达人民币银行卡的推出对中国消费者会带来哪些便利呢 总体来说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金融业的进一步的开放 实际上从1718年以来 我们国家对这个引进外国的金融机构给他们发这个牌照 包括中国的一些机构走出去 这个步伐其实是得加快的 那我把这个把它看成是我们过去这些年 就是金融机构的这个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之一吧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支付行业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我们说到支付行业 你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移动支付啊 似乎是我们每天都在用 也已经非常充分了 但支付行业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更加广泛的这个含义 比如说首先由这个批发层面的这个支付清算的问题 对吧 那金融机构之间它用什么样的手段 显然不是用我们的这个移动支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跨境的这样的一些业务 我们现在也试图建立一些跨境支付的这个系统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银行卡 它也是支付清算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 新的这个我们这个引进来的这个机构 尤其是他发将来发人民币的卡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促进我们这个国内的支付系统 这个行业的竞争和提升服务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对于这一次这个牌照的发放 中国央行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表态 要促进支付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您刚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提到 其实中国的这种比如说零售小额移动支付 其实已经很便利了 那您觉得未来支付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或者从哪些地方去努力呢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如果我个人来理解 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服务很到位很便利 对吧 这个成本很低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它确实是效率很高 能保证安全 同时有相当的这个竞争的程度 因为有竞争服务质量才能提升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就是引进海外的这个机构来参与国内市场 尤其是发卡 我觉得第一是对我们的移动支付 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补充意义的 当然它其实两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这个补充 它其实也可以有一定的竞争 所以高质量发展简单的说就是提供一个服务非常好的 效率非常这个高的 比较完善的一个支付型的系统 您刚刚在提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说了不单单是这个支付清算 最近几年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成果 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也有一些境外机构拿到了牌照 那在您看来最近几年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成交如何 您怎么去评价这个事情 然后对中国国内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这个金融机构这个行业对外开放 是从2001年这个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就其实是这个力度已经在加大了 那么我们也确实看到从2017年以来是明显加速的 那就是引进更多的国外的机构到中国来参与竞争参与业务 从大的这个方向来说呢 金融开放是一个非常广义的一个概念 一般我们说的这个金融开放 你包括像金融机构的开放 对吧 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市场化 这个对外对内这个这个资本的这个流动 那就是涉及到一个资本项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金融机构的这个对外开放 简单的就说就是海外的引进来 中国的走出去 相对来说对稳定的冲击比较小 因为外资机构到了中国来 就像外国企业到中国来做直接投资一样的 我们过去在制造业看到很多投资 但现在在金融业来投来这个投资来从事业务 它是接受中国监管机构的这个监管 理论上来说它不会引发新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机能达到这个开放的效果 提升我们金融服务的质量 风险又相对比较可控的一个做法 您刚刚其实提到了稳定也提到了风险 我们知道最近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到这么一句话 要着力推进金融的高水平开放 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的安全 您之前也有公开表示过 不能因为风险因素就拒绝开放 应该采取相对稳慎的开放策略 那从您现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 当前中国金融开放面临着哪些风险 我们该如何应对 开放的节奏和力度怎么去把握 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拒绝开放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但还有一个观点跟它一起来的 就是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而 不管金融风险 这个我觉得在过去这十几年 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我觉得世界各国 包括我们国家 包括国际组织 观点是发生一些改变的 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认为 资本项目开放是好的 封闭是不好的 但过去这些年的经验 就发现任何金融政策 它都会有正翻两方面的影响 我就拿金融开放 尤其是以资本项目开放做个例子 资本项目放开来有没有好处 那是显而易见的 资本可以出去 资本可以进来 最终就追求一个最高的回报 所以它肯定是有利于效率的提高的 但是资本项目开放 它往往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会有可能会造成资本的大惊大出 而造成金融的不稳定 甚至在有一些国家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放开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得有基本的条件 你准备好了你才能放开 你没准备好放开来了 资本一大惊大出 你的金融体系崩盘了 这肯定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拒绝开放 但更重要的是 不能为了开放而开放 不管金融这个风险 最终我们所有的金融开放政策 其实就是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求的一个平衡 不能偏废的 那么我们过去这些年来我觉得做的 实际上我们国家比如说像金融开放 实际是有一个基本策略 虽然在不同的阶段重点不太一样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经常项目下的资本的流动 基本上已经放开来了 我们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市场化 那么资本项目相对走的比较谨慎一点 金融机构我刚才说了 金融机构的对外的这个开放 它是有很多的好处 但同时它对风险因素这个影响相对小一些 我们在这个加入WTO世贸组织前后 其实有一些讨论 曾经有人说不能让外资这个银行来 他们一进来就造成金融不稳定 这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点误解 就外资银行我刚才说到中国来开展业务 它其实到中国注册在中国经营 其实就变成了中国的一家银行 它只是外资拥有的一家中国的银行 它资本能不能进出 它风险怎么管理 是受我们监管部门监管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确实看到的就是 我们在稳步的推进 这个金融开放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视这个对风险和安全问题的这个考量 那么在机构的放开上面布置非常大 但我觉得在资本项目 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方面 相对是比较稳健的 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特别强调了要重视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面临一些新的风险因素 比如说房地产的问题 中小金融机构的问题 地方债务的问题 这些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都讨论了 那么实际上是说有风险 但这些风险能稳定住以前 如果你开一个口子 它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投资者信心的这个大起大落 所以要避免这个东西可能不能贸然的这个放开 从国际市场来说也有很多风险 美联储加息这么久 实际给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很大的压力 大家都说美国经济不错 现在可能加息已经快结束了 但美国经济会怎么走 明年也有很大的概率 大家觉得会发生一次轻度的这个危机 也就是说国际经济环境也不是非常稳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好的策略 可能仍然是在重视风险和稳定的这个前提下 比较谨慎而稳步的去推进我们的金融开放 下一个问题还是跟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有关系 这次会议还特别提到要稳步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性开放 那么黄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制度性开放 那这样的开放策略跟之前有什么样的一同点 如果讲制度性开放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开放 简单的说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四十几年的这个开放 经常是一些政策的调整 甚至有的时候是政策都没有调整 但是在做法上做一些调整 怎么样保证稳健的开放 就是制度性的开放 我觉得它一个基本的这个特征就是 你是很明确的把规则和制度给建立起来 然后你在资本进出也好机构进出也好 有一个相对稳定和透明的政策环境 我觉得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过去建进式的改革过去有很多 就是现在鼓励几家企业走出去 欢迎几家机构进来 将来我就是一个很透明的规则 哪一家进来哪一家出去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获得这个批准 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讲的就是一个规则 减少这种主观意志的这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对从长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黄老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 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新业 是这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之一 那您觉得要做好这项工作 未来关键的发力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阶段的金融开放的重点是有关系的 我说了我们金融开放其实内容是很多的对吧 金融机构的双向的开放 我们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这个也在不断的推进 我们资本项目的放开和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四个方面其实都在这个不断的推进 但是可能在速度上在重点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原因就在于我们当前其实管控金融风险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从国内来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可能就要看哪一些领域的这个开放 对于风险的影响比较小 对我们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就比较大 那我觉得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来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欢迎海外的这些机构来展业来发展业务 其实就是国外的这个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 那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吗 对吧 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就资本项目是不是要放开 也是要放开 这个我们其实在过去几十年是有一套已经有的一套策略 这个基本的策略就是资本项目是不是在放开 在放开到现在为止可能开放的程度相对比较有限一些 因为我们还要保稳定嘛 对吧 金融稳定很重要 那么在这个放开的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有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流入后流出 先长期后短期 先股权后投资组合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几条实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觉得朴素的考虑就是第一是欢迎钱进来 第二是欢迎稳定的投资进来 而不是短期的大金大出对风险的这个冲击就比较大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过去一直在欢迎这个这个外国直接投资 对吧 因为他进来之后在这半场半开公司 他不会说明天就走了 在资本市场上这样的这个快进快出是有的 但我们更多的欢迎一些这个这个长期资本 那么实际上跟他的这种资本的性质和这机构是有关系的 过去我们的看法就是主权财富基金 养老金保险机构他的钱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 他到中国来投资资本市场 他不见得就一定要去做实业投资 因为每种这个基金他的重点不太一样 所以从这两点来看 一个是欢迎更多的外资机构到中国来开展业务 另外一个是欢迎更多的长期资本来支持我们的增长 你看他最后背后其实是什么 就是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更相对来说对风险更加能够管控 这个是我们金融工作会议 其实最终提了就是建设金融强国有很多方面 我自己的解读最终就落在两个点上 一个就是改善金融服务 一个就是防范化解风险 感谢黄老师 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